并不一定非常准确 我们还是结合比赛来给大家介绍两位选手 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Mark Williams来开球 Mark Williams他的正手是左手 Ronnie的正手是右手 但是他的左手一样可以打得很犀利 今天两个人都是穿着完全深色的 连衬衣和马甲以及领结全部都是黑色 今天的主裁判是Iron Williams 那么上个赛季战罢之后 Mark Williams的排名一下子是出了前十六 使得他是近几个赛季 第一次需要打资格散才能够进入到正赛 非常的短 看着这个落点 落点并不是很好 对不是太重就是太轻 这个球呢 如果要来打三分底带的话呢 他是要来走两颗星 但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彩球 那么是不是考虑横台是我躲一躲 很轻的推一下 还是打底带 两颗星来撞球队 Mark Williams在前几轮的比赛中的好的状态 给了他很大的信心 是 那么这颗球呢 信心爆棚 露给了Ronald Sullivan Ronald一上来就把一颗红球打进 并且叫到了黑球 来看一下 来顶一下这个球堆 最右上角的这一颗 他是稍微带一带这颗球 这颗球带到以后呢 虽然还有得打啊 但是是右边一颗很薄的这个红球了 还是来薄红球 滴杆 很轻的把主球送上去 还不够啊 差不多 比较直 没关系 稍稍的推前一点点 对啊 再过来瞄这个位置 向前推一颗球 方向还是有些向上 好 这个球做得很直 然后用一个钉杆 他用了一个stun朝前一点点 然后来打这个黑球的右下角底带 这样等一下呢 他可以一颗星或者两颗星斜上来 来打露出来一颗红球的中带 他用了两颗星 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室里面呢 多米克戴尔也是跟我们一块在看球 对 那么在这个局间有空闲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问问他对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的一些观点 对 那么如果我们遇到一些什么小的问题 嗯 或者一些小的故障的话 也会请教他 非常漂亮的拉杆 嗯 左手的拉杆 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 打了 嗯 因为他用左手在打 好 右手的拉杆怎么样 哦 这个力道控制的相当好 相当漂亮 嗯 今天下午其实这个 嗯 马克西尔比和福家俊 包括这个Steve Davis来对上 呃 Walden 嗯 因为他说这两场比赛呢 多多少少有一点扣他 但是如果下午在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 哦 今天我们直播的是这个 呃 Steve Davis Steve Davis的比赛 如果下午有机会可以看这个 Mark Williams的 对不起 这个Mark Selby的朋友呢 嗯 你就会觉得他的球风真的是有很大变化了 是 Mark Selby的球变快了 嗯 变凶了 而且在这次大赛当中 他的这个状态也是非常好 而这次呢 除了这个Mark Selby以外呢 另外一个Mark 就是Mark Mark J. Williams 嗯 他在这次比赛当中的状态也是不错 嗯 其实这个我们说这个Mark Williams Mark Williams Mark Williams 的时候呢 呃 可以 呃 不要向易南学习 把那个J带出来 嗯 因为这个J是不存在的 是这个J是国际台联给他加出来的 给他加出来为了区分 对 所以他名字里边其实没有这个中间的名字 对 可是因为这个我现在看到的国际台联提供的官方字母系统上是有一个J 对 所以我是照念的 嗯 好 好 斜上来最左边有一颗红球可以打中带 对 嗯 这颗球并不是很好打 嗯 而且他要拉后从同一个方向拉后 对 哇 好转啊 好厉害 这个留了一个斜角 然后一颗心以后呢 要去带这个球队 漂亮 嗯 漂亮 好球 55 这个说起这个为什么是Mark J.Williams啊 嗯 因为在90年代的时候世界斯诺克球台球台上有另外一个Mark Williams 当时在这个98年的这个大师赛啊 嗯 嗯 现在做赛的这位Mark Williams拿到了冠军 嗯 但是这个冠军奖金的支票莫名其妙的寄到了另外一个Mark Williams家里边 嗯 所以当时很不爽是吧 你钱 钱送出去容易 要回来拿来 哈哈哈哈 所以就把他 把他 一定要把名字里边加一个J 嗯 把它去分开 嗯 据我所知叫张迅的人也不少 哈哈哈 会不会计票也计错啊 所以我就再加一个字叫张迅迅 嗯 第三个字是那个迅色的迅 哈哈哈哈 开个玩笑 回来看这个Running已经打了70分了 嗯 已经超分了 另一个case 嗯 然后来做到黑球 来看他这个黑球推一颗心 直接甩 哦 好厉害啊 其实这个球推一颗心呢 走起来很顺滑 直接甩 很担心会碰到这个六分 嗯 Running的走位是不管那一套的 甩成直球 嗯 太厉害了 好 拉干一颗心 走一颗中弹 好 甩到右侧来打 哦 六分 嗯 我是不太敢讲的 直接是 向前打六分 嗯 好 拉干一颗心 拉干一颗心 拉干一颗才过来 哇 很犀利 很犀利下了很强的左赛 超级犀利 哦 没有打 没有打剑 不过没有关系 哦 第三者 非常得快 8分56秒 完成了